娱乐敌言八卦新看点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娱乐敌言 在泰国王室里 除了马哈巴加龙宫可以稳坐国王之位以外 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危机感 上到苏提达王后 下到每位宫廷侍卫 大家都要严格的遵从王室规则 稍有不慎可能职位不保 甚至会有牢狱之灾 如今 苏提达和苏提达正面交锋 贵妃潜伏许久 终于暴露自己真实的目的 公然和泰王单独约会 要往后也开始警惕了起来 苏提达贵妃想要串位 司马昭之心 人尽皆知 苏提达看在眼里 但是却不能上前阻止 有失往后的气度 这部苏提达的官方Instagram 更换了头像 改为了去年5月2号 泰王登基时 给他授予王后身份的照片 当时泰王身穿黄金圣衣 亲自给跪在地上的 苏提达王后戴上袖带 这是最高的皇家荣誉 苏提达的官方Instagram 创建于2019年5月 在他登上王后之位 第二天生肖 经过长达一年半的发帖 他一共发布了632篇帖子 拥有11.7万粉丝 这是苏提达第一次更改自己的皇家头像 一来呢 声明自己永远效忠泰王 忠于泰国君主制 二者呢 再次缠明自己的身份 皇后一职乃是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这也是在给斯尼娜发出警告 其实呢 苏提达如此的大动干戈 向泰王表忠心 也恰恰的说明 他感受到了 斯尼娜带来的压力 或许呢 皇宫里正在发生一些 重大的职位调整 苏提达感觉到了危机 遥想去年10月 斯尼娜贵妃在 入狱前几天呢 感受到了危机 她在最后一次出席活动时 忙着给泰王下跪表忠心 这一幕呢 是如此的熟悉 然后呢 最终泰王呢 还是将贵妃送入了监狱 而斯尼娜那经典的一跪呢 永远的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 苏提达是一个谨慎的人 他明显感觉到了 泰王最近的变化 在最近两天 泰王呢 已经连续两天 和斯尼娜同框出现 以单独约会的方式 来执行公务 并将苏提达丢在曼谷 迷眼人呢 都能看出来 泰王对苏提达眷了 而对年轻的贵妃则 兴趣浓厚 苏提达知道 自己呢 会有人老珠黄的一天 只是没有想到 新人换旧人 来得如此之快 69岁的泰王 玩浪漫 七二连三的 将穿情侣装的机会 送给了斯尼娜 两人呢 连粉色情侣装呢 也搭配上了 真是美羞美丧 泰王本身呢 就是一个 喜欢新鲜事物 愿意跟更年轻的 女孩子接触的人 他喜欢贵妃 穿粉色的礼服 娇艳雨滴的模样 就连看她的眼神呢 也透露着 欣赏和爱慕 这种目不转睛的 爱慕眼神呢 可从来没有 传情给苏提达 从关系上来说呢 施妮娜 也是泰王的 合法妻子 待她出席活动 并无不妥 但是和王后 差别话对待呢 就显得有一些 不公平了 两人呢 又是穿情侣装 又是眉目穿情 还牵手逛机场 这样恩爱的场景呢 苏提达 可从未感受过 苏提达三 身处王后尊贵的位置 但是内心呢 却是苦不堪言 在王室争斗里 永远不同寝弱者 苏提达必须火力全开 才能战胜 施妮娜等敌人 当一位高僧 出现在泰国国 马哈瓦加龙宫的 飞机仓库里时 外国的网友们 就集体炸锅了 也不怪他们 少见多怪 其实呢 这种场景 在佛教国家很常见 泰国国 马哈瓦加龙宫 已经购买了 39架四恩飞机 在去年 泰国王室专家 安德鲁呢 曾报道说 泰王马哈赤巨资 购买了新玩具 一架空中客车 A320客机 事实上呢 这已经是 泰王购买的 第39架飞机了 泰王的飞机天团呢 包括四架 波音客机 和四架空中客车 商用飞机 24架直升机 另外呢 还有七架安保飞机 当时呢 泰王的新玩具 在德国汉堡的 空客工厂中 做最后调试 将要进行试飞 当时这件玩具呢 正在德国汉堡的工厂中 进行试飞前的最后调试 试飞完成后呢 它会被交付给新主人 泰王马哈 或者他的朋友 现在呢 这架飞机已经到位了 它已经飞抵泰国 泰王欢欢喜喜地 收下了自己新的玩具后 安排高僧前往飞机仓库 做飞行准备 在外媒曝光的照片中 这件玩具呢 被停放在仓库镇中 一排飞行员呢 正坐在飞机前方 与之合影 随着信息挖掘的深入 一名身穿橙色森袍的森人呢 出现在了镜头中 这位高僧踩着高台 站到了机头正前方 他的左手呢 截了个手印 口中念念有词 右手呢 将一卷金纹 抵在了机头上 而身后随从的托盘上呢 还有另一卷金纹 实际上呢 为交通工具开光 这件事呢 在东南亚的佛教国家很常见 自从回到泰国 泰王马哈呢 常常会在自己的粉丝面前展现才艺 他最拿手的 莫过于驾驶飞机了 虽然泰王的工作才能 我们不便发表评语 但他的开飞机的技能呢 是真的过关的 在1970年 老泰王普密蓬将18岁的马哈 送往澳大利亚接受 精英式教育 学习如何成为一名合格的好国王 六年后也就是1976年 泰王从澳大利亚的精英学校一业 从年少时段的精英式教育中 马哈学会了驾驶飞机 并还曾在本国服役 粉丝们跪在跑道两侧 欣赏泰王驾驶客机 从天而降 泰王每一次展现才艺呢 都会吸引大批热情的粉丝 他们跪在机场的跑道两侧 等候泰王亲自驾驶飞机 从天而降 这样的才艺 粉丝们百看不厌 毕竟呢 这种技能呢 是普通人一辈子都不可能掌握的 泰王以69岁的高龄 亲自驾驶飞机 这不仅对技术呢 是个考验 对健康的状况和心理素质呢 也是个不小的考验 虽然他的背后呢 还坐着一位助理飞行员 但心里呢 总是有点紧张的 他需要信仰的力量 来帮助自己一把 马哈泰王一共有过 无人配偶 这意味着他也有过 五个丈母娘 这是一种什么感觉 想必大多数的男人 都不敢想象 泰国国王的第一段婚姻呢 比较正常 他和小他五岁的表妹 宋沙瓦丽王妃结婚了 而他的亲舅舅呢 就变成了怨妇 也成了他比较敬畏的人 这都很合情理 可在接下来的婚姻中呢 泰王的怨妇怨母 年纪越来越轻 有的比他还小十几岁 比如第五任配偶 施尼娜贵妃的父母 施尼娜呢 出生于1987年 她的父亲和母亲 都是再平凡不过的小镇居民 作为家里的老大 她出生时呢 她的母亲才不过24岁 施尼娜贵妃幼时的家庭条件 一直不太好 她和妹妹被母亲拉扯着长大 过惯了简朴的苦日子 而施尼娜的妈妈 也因为没有钱保养 所以呢 变得越来越沧桑 这样来看 泰王呢 比第五任怨母大了11岁 她在见到贵妃的父母时 画面呢相当有趣 施尼娜出座贵妃时 她就在泰王那里获得了恩典 把父亲和母亲都带上了皇室 包括她那个已经家人生子的妹妹 全家人都跟着施尼娜 过了一段好日子 但没想到呢 贵妃很快就被关进了监狱了 她的父母呢 也因此获罪 在牢狱中呢 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 这么年纪的人 哪经得起这样的折腾 还好呢 贵妃十个月之后就被释放了 她的爸爸妈妈也因此被解救 并且能和泰王再次见面 泰王对施尼娜心中有愧 所以她善待贵妃的父母 在和贵妃单独出席皇家公务时 泰王呢 特意安排了 施尼娜的爸爸妈妈一起出席 没有苏提达王后 在泰王可以在贵妃爸妈面前好好尽孝了 但她是王室的君主 不可能像普通女婿那样 对着丈母娘点头哈腰 态度谦卑 泰国国王呢 恢复了57岁岳母的贵族身份 还安排她代表某活动的赞助人为自己尽献花环 施尼娜57岁的母亲呢 再次穿起了奢华的礼服 她站在最末端 手拿黄色的花环 等着迎接君主 泰国国王呢 为了见丈母娘呢 特意好好地打扮了一番 她穿着鲜红色的外套 人看着也年轻了一些 在接受众人的一次跪拜之时 泰王呢 一下子在人群中看到了57岁的丈母娘 她没有说什么 但忙着用眼神关心施尼娜的妈妈 此时无声声有声 泰王脸上透露着一股不好意思的感觉 笑得也很磕套 虽然她不需要放低身段来迎合施尼娜的母亲 但因为重视贵妃 她对眼前的这个老妇人呢 还是很尊重的 国王呢 从未如此的谦逊 这只有在她见57岁丈母娘时 才会有这幅神态 这应该就是大林女婿的乖巧犯吧 既不卑微又不止高气扬 总之呢很和睦 好了 今天娱乐第一眼呢 就先播送到这里 有喜欢我们的朋友 请记得点击右下角 订阅我们的频道 拜拜 明天见